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海外挣金球子购买了海外一个五国混血男子的金子 并且成功受孕 就在这个吉林女孩开心地分享自己这份独特的经历时 她却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 众多网友一面倒地质疑她 觉得她重阳媚外 骂她真恶心 只有极少数的网友敢于发声支持她 应期对于孕妇来说本身就有极大的压力 加上外界的诸多谩骂声 让本就缺少陪伴的准妈妈 患上了抑郁症 好在这个吉林女孩最终顺利生下了混血宝宝 并且随着新生命的到来 她也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抑郁症也慢慢好了起来 母亲和混血宝宝五年时间过去 这位单亲妈妈和孩子如今怎么样了 网络上是否还对她们有着那么大的恶意呢 一 我行我素还是特意挑战网友底线 2017年 已经年近30的吉林女孩叶海洋 在饱受父母以及亲戚朋友安排的相亲轰炸后 再加上自己孤身一人生活 确实有些孤独 于是做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她准备不结婚 要独自一个人生个孩子来陪伴自己 在这样的决定背后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点原因外 还有叶海洋本身是个不婚主义者 以及她自己也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的身体机能似乎也有所下降 于是叶海洋独自一人 踏上了前往一国他乡的重心求子之路 在经过一番挑选之后 叶海洋选中了一个长相帅气 有着五国混血基因 同时还毕业于美国长春藤名校的男子基因 进行受孕 怀孕后的叶海洋最终成功怀上了宝宝 开心的叶海洋第一时间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希望能够得到网友们的祝福和支持 同时叶海洋还需要同远在国内的父母告知这一消息 叶海洋年迈的父母听到这一消息 能否接受也还是未知数 可惜不管是叶海洋的父母 还是网上的网友们 对于叶海洋的行为都表示十分不理解 父母这边 由于女儿毕竟是自己亲身的 远在国外一个人怀着孕 尽管有着诸多不满 叶海洋的母亲还是决定前往国外 照顾孕中的叶海洋 而另一边的网友们则完全没有顾及 各种难听的话充斥着叶海洋在各个平台的评论区 花几十万买老外的精子真不要脸 重阳媚外自我矮化 赶紧移民再也别回来了 类似的话语每天叶海洋都会看到许多 原本叶海洋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个不同于别人的选择 顶多算是我行我素 毕竟自己的身体自己是可以做主的 网上的许多言论都让他十分不理解 叶海洋然而网友们对此的理解 却与叶海洋截然不同 自己干些恶心人的事 婚起门来做就行了 干嘛还要发到网上来恶心人呢 两种不同的想法让怀孕中的叶海洋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 即便叶海洋是个女强人 但看着自己日渐变形的身材 夜里估计缺少陪伴 身边的孕妇都有丈夫的呵护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咒骂 让这个女强人也险些倒下 患上了中度抑郁 开始自我怀疑 自己的行为到底是我行我素 行使自己的权利还是真的在挑战别人的底线呢 这个问题 直到叶海洋的女儿出生后 她才找到了答案 看着女儿安详的脸庞 一切的问题都得以迎刃而解 叶海洋和孩子一起过圣诞节 二叶海洋的苦衷 1988年出生于吉林的叶海洋 家里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由于父母工作较忙 在叶海洋学生时期就养成了比较独立的性格 后来二十来岁的叶海洋 大学还没读完 就独自一人出了社会 远赴广东闯荡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 有了一些积蓄之后 叶海洋便展现出了自己的青山天赋 叶海洋发现当时广东化妆品行业 虽然十分繁荣 却并没有达到饱和状态 各国的化妆品在广东可谓是鱼龙混杂 不少一次充好的都能赚到暴利 于是叶海洋便赌上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做起了化妆品代理的生意 初期依靠着自己进行零售 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化妆品行业从业生涯 叶海洋一家 虽然当时广东的化妆品品牌繁杂 既有国产的也有众多国外的 即便是一些从业者都难以分辨好坏 就跟别提消费者们了 此时的叶海洋十分想要做起来一款靠谱的化妆品 但奈何混乱的市场根本不是年轻的叶海洋 能够轻易把握住的 创业初期叶海洋踩了不少坑 自己打过交道的不少人都在利益的面前 毫不犹豫地踩了自己一脚 其中大部分是男人 独自创业的叶海洋为了让自己少受欺负 将自己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一样 而经过多年的打拼 自己身边已经有几个姐妹值得信任 好在最终叶海洋代理的化妆品牌 终于做了起来 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公司的主理人 拥有了上千万身价 由于自己本身工作比较繁忙 同时对于男性也不怎么感冒 因此年近三十的叶海洋 还是没有好好谈过一个男朋友 事业有成的叶海洋 这可急坏了思想传统的父母 以及七大姑八大姨 纷纷着急地给叶海洋推荐各种相亲对象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即便是女强人总裁 也难逃相亲这一关 从二十多岁出来闯荡 叶海洋已经在外漂泊了近十年时间 每天为了工作 深夜才能回到家 一大早就得出门上班 基本没有多少自己的私人时间 抽出极少的空余时间 叶海洋才能去到商场进行购物 一年也没有多少时间能回家看看父母 并且一到家往往就是各种催婚 此时的叶海洋 才发觉自己的生活确实是少了些什么 物质方面 能买的自己早就买了一遍 什么也不缺 对于男性伴侣自己也毫无想法 因此在一次次加班 发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后 叶海洋才产生了想要一个孩子 陪伴自己的想法 在医院检查的叶海洋 不过当时的国内 既不允许进行买卖精子单人受孕 同时也不允许单身女性进行动乱服务等 于是叶海洋只得将目光放到国外 因为工作经常都会和外国人打交道 叶海洋思想也较为开放 到国外去买精子进行受孕的想法 就这样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本来只是叶海洋的无奈之举 谁知这一选择 却让叶海洋在亲戚以及网友的口中 成了一个异类 大量网友的谩骂让叶海洋无从辩驳 即便是自己最初进行过解释 也会迅速淹没在网友的谩骂声中 叶海洋一家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生下了女儿之后的叶海洋 却并没有被外界的异样眼光所打败 反而越发努力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与女儿的动态 想要用实际行动 去打破各种谣言 甚至叶海洋还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以后国内真的容不下他和女儿 他就搬到国外生活 虽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真正生活的洪流 还是显些将心里强大的叶海洋淹没 叶海洋和孩子 三 女儿出生后 女儿出生后 叶海洋给他取名为Doris 看着这个小小的生命 一下子又让叶海洋鼓起了 面对生活的勇气 但生活中的诸多困难 也在此时接踵而至 对于买卖精子受孕这件事 在国内目前仍没有放开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国内社会是十分注重家庭 家族观念的 缺乏父亲的孩子 在目前来说 总归还是对大多数的人 都有一种冲击 父亲的缺位 容易让孩子像是在单亲家庭中 长大一样 这也是叶海洋 需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于是在Doris的成长过程中 叶海洋又当爹又当妈 一人分饰两脚 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叶海洋也在不断学习着 该如何教育孩子 在孩子的不同时期 叶海洋也为Doris 陆续录制下了许多的家书 正在录制视频的叶海洋 尽管叶海洋十分努力 但他真的能担得起 父亲的这个角色吗 有的人觉得 父爱永远是母亲代替不了的 即便母亲假装严厉起来 但那与父亲还是完全不同 在孩子长大后 性格也容易偏向严重 母亲是什么样 孩子很可能也会变成什么样 母亲是女强人 孩子也会耳濡目染 缺乏一些阳刚之气 当然还有很多人觉得 其实缺少一个父亲 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没太大影响 早前中国有那么多的单亲家庭 这些孩子还不是一样长大了 并且80比90后的孩子 有不少甚至都是留守儿童 小时候根本没有父母陪伴 还不是一个样 随着Doris慢慢长大 则是迎来了更多的问题 小时候Doris问妈妈 自己是怎么来的 此时的叶海洋 给了Doris一个童话般的解释 他是从西瓜里蹦出来的 还带着Doris去拍了专门的照片 专程买来大西瓜给孩子拍照片 但是随着孩子的不断长大 他也有需要面对现实的一天 叶海洋只能提前录下家书 告诉Doris他的来历 还希望Doris能够原谅他的自私 没能给Doris一个完整的家庭 如今的Doris还在上幼儿园 等他再长大一些 上了小学 初中 高中 Doris没有父亲这件事 或许还会让Doris 遭受大量同学们的歧视 尽管你可以说 咱们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不去管别人异样的目光 但那些目光都是真实存在的 就算是成年人都难以完全无视 更何况一个孩子呢 这本就是他不该背负的东西 也是叶海洋后续需要处理好的 叶海洋和Doris Doris长到三岁的时候 和叶海洋提出了一个心愿 他想要一个妹妹 叶海洋也担心自己以后老了 就剩下Doris一个人 难免有些孤独 所以他也想给Doris留下一个妹妹 于是2021年 叶海洋再次远渡重洋 花了几十万 帮Doris怀上了一个妹妹 2022年年初 叶海洋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 叶海洋给她取名叫做Hattie 此时的叶海洋 依旧喜欢在网上分享一家人的动态 经过长时间的沉淀 网上那些喜欢说风凉话的过客 早已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了许多叶海洋的粉丝 如今在叶海洋晒娃的动态下 少了许多阴阳怪气的评论 多的是粉丝们在真诚的交流 叶海洋一家三口 四 结语如今叶海洋一家 儼然成为了人生赢家 两个混血女儿十分漂亮 就算以后叶海洋老了 也不用担心没有子女陪伴 叶海洋除了在自己的账号上 晒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还给两个可爱的孩子 也开通了账号 专门请了运营 帮忙分享孩子每天有趣的日常 从十多年前 孤身一人远离家乡 到南方闯荡 叶海洋在事业上的成功 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他对待生活的态度 也让人十分钦佩 毕竟他作为一个不婚主义者 并非只是以此作为借口 不结婚不生育 而是不顾身材变化 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敢想敢做 内心强大 让叶海洋真正赢得了 大量女性的青睐 如今叶海洋和两个孩子的账号 加起来粉丝接近千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